讓我們一同低頭來禱告 親愛的阿爸 父神 感謝您在這美好的早晨 讓我們許多的舊 新資來參加這個聚會 孩子每次站在這裡禱告 都覺得聖靈充滿 信心滿滿 因為我們知道 透過禱告我們能夠拉近 阿爸 父神 你的距離 透過禱告能夠堅定我們的信任 我們更祈求透過禱告 能夠每天與主 你在愛中相遇 我們即將開始我們今天的聚會 求阿爸聖靈降臨在這地 謝謝你 孩子這麼禱告 都是奉耶穌基督之名 求 Amen 那我們現在大家一起來念主導文 這裡有How文的有 那我們開始 一 二 三 開始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遵祢的等於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聖地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即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載 如同我們免的載 不要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多以兇惡 因為國度 全力 榮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遠 Amen 那今天的那個聖經 我們要講的要念的是 地帶之上第四章 第九節跟第十節 那我來念 那現在先從第九節開始 雅比斯比他眾兄弟更尊貴 他母親給他請教雅比斯 以時說 我生他甚是痛苦 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說 願你事故與我 擴張我的境界 常與我同在 保佑我 不遭犯難 不受艱苦 神就應於他所求的 所以祷告的力量是何等的大 那我們再來將理一下的時間 交給我們的牧師 我們歡迎我們的牧師 他今天講到的主題是 祷告 親愛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平安 感謝神 讓我們一起聚集在這邊 今天我們要來談的祷告是 雅比斯的祷告 雅比斯的祷告 我可能要動第一頁 好 雅比斯的祷告 你知道他記載在哪裡 好方文 欸 對 歷代字上 就我們金姐已經寫得很明顯了 所以如果不會的話就 就代表你剛剛沒有認真讀聖經 他寫在歷代字上 但是你知道 當你去看他的前後文的時候 很容易其實你會沒讀到這一段 為什麼 因為前面是誰的生誰 誰的生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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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會想說 你沒什麼 然後你就會把它翻過去 結果你就漏讀了 雅比斯的祷告 雅比斯的祷告 其實他雖然短短一節 但是他之前出了一本書 賣得很好 好 等我一下 我不能切 可能是旁邊的線沒有接上去 好 就是雅比斯的祷告 他這本書賣得很好 他賣到九百多萬本 所以呢 因為他爸爸賣得太好了 他的孩子就跟著一起去寫 青年的雅比斯版 八到十二歲的雅比斯版 然後又出了一個兒童的祷告本 又出了那個雅比斯的祷告錄音檔 但是其實當我們在講雅比斯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很大的一點是 雅比斯的祷告雖然很好 但是並不能成為我們就是整天 有完全的祷告 在聖經裡面教我們祷告的是誰 耶穌就是我們剛剛念的祷告物 祂是一個完整的祷告 好 第二個 在這邊要跟我們談的是 雅比斯的祷告 第二點要小心的是 不要把它當成 你好像這樣祷告就會 馬上神擴張你的境界 馬上變成神了 你會得到一個很成功的生命 這一個是美國時代長自對於美國的一些教會 他說 上帝會不會讓你更有錢 上帝真的就是要給你錢嗎 你覺得神只要給你錢嗎 這就回到那個成功神選的裡面 成功神選他們強調的是什麼 今天當你來信耶穌之後 你回去就可以開兵力 然後你要跟神宣告說 我一定要當上總經理的位子 那你就可以當上總經理的位子 這就是神給你的祝福 成功神選有一個他的軟弱的部分是 他在聖經裡面有沒有真的是神 祝福我們的信仰前輩這麼成功 當然有 其實當你看我們的信仰在養惡裡面 在亞羅拉罕裡面 神都祝福他們生了很多的孩子 然後有很多的家產 然後得到很多的祝福 但是成功神選他只看 喔他能得到這麼多祝福 所以我好像也能得到這麼多祝福 其實沒有 他露了一個什麼 他露了一個信仰的過程 這些信仰的過程對我們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沒有只把後面的祝福 當成你的目的的話 那我告訴你 你今天來教會你會覺得很辛苦 因為你沒有享受跟神親近同在那個喜樂的感覺 你只有想說 我們想這就是要輸的聲輸的聲 最好給我很多錢 給我很多的什麼 親愛的弟兄姊妹 宣告很興奮 當你把眼線比畫大一點的時候 你的眼睛就會特別的大 在上了眼影的時候 你就會特別的美 當你吃很多健康食品的時候 你會覺得我的身體變強壯了 當你去使用內褲醇的時候 你也不能出去比賽 當你喝酒喝毒品的時候 你會覺得喔暫時好快樂喔 可是你仔細去想想 你的爸爸媽媽 會讓你去接受這個毒品 會讓你去接受這個酒精嗎 那個只是暫時的 他並沒有真的接觸到 信仰的那個最深的內褲 如果你講信仰神學 成功神學的話 你覺得耶穌是個成功的人嗎 耶穌如果在信仰神的成功神學裡面 他會是直接被打掉的那個人 為什麼 因為他出生在哪裡 他不是出生在一個喔 錢人的家裡 然後小時候還熱金湯匙 他沒有 他的爸爸是誰 木工 耶穌去傳道的時候 有住豪華的五星級嗎 那天有人帶我去台中的靈佐殿 進去真的哇 就是覺得好漂亮喔 耶穌有在那個地方休息嗎 耶穌其實在他傳道的過程中 他傳福音的過程中 他非常辛苦 甚至他連睡的地方都沒有 他連吃都非常的辛苦 那為什麼 他是在我們的信仰裡面成功 可見我們真正 我們看的成功 跟神看的成功 是非常不一樣 今天我們不只在信仰上要成功 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是 你還要背起你的十字架 神不是只要給我們平安喜樂 我們還要背起那個十字架 好 所以我們要進入今天的經文的第一段 雅比斯是一個很著惠的人 他媽媽給他起名叫雅比斯 是因為生他的時候怎麼樣 很痛苦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很苦 你覺得他會不會被人家笑 我們在幫小孩子去名的時候 我們都會想說盡量怎樣 不讓他在學校背笑 有沒有 我那天就在準備這個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圖片 你知道人家是執行總經理耶 可是人家的名字叫什麼 扮捧 對不對 但你猜他如果來台灣的時候 從小成長的過程裡面 會是怎麼樣 我相信我們都能想像 他是多麼的苦 來再另外一個孩子 他寫了他的名字 這可能有些人會看到 來你為什麼唸老師發考卷的時候 他就一直這樣 林彈大同學 你應該趕快來拿你的考卷 結果都沒有人要理他 過了一下下就有一個小孩舉手 他說老師 我叫做楚中天啊 他只是把他的楚跟他的鐘 有點下面那個部分黏起來 又把他的天寫的不太好 所以呢 人家人家就誤會了他的名字 這個名字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 就是代表我們的身分 當你的名字一直被叫不好的時候 很多人會想要怎麼樣 台灣人很流行的 我再去改一個名 改一個名我就變成這樣 所以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辦法跟亞迪斯一樣 你可以去想他的內心 他的情境 他經過了什麼 他可能很辛苦 每一個人都在笑他 但是他沒有跟神說 我怎麼這麼苦 他只跟神做了一個道道 就是我們今天 我們一起來念好不好 聖願你自古於我 擴張我的境界 常與我同散 保佑我 不善煩難 不受艱苦 亞迪斯他有一個生命中 好像有一個污點 就是他媽媽生他的時候很辛苦 有可能是他媽媽生他的時候真的很難生 有可能是他生出來的時候 他其實長得跟別人不太一樣 在他的生命裡面有一個污點是 他可以跟神爭吵 他可以跟神說 我怎麼會這樣 我不奇怪這樣 為什麼你怎麼會這樣 他沒有 他只跟神做了一個禱告 第一句是什麼 聖願你赐福於我 就跟神經說 我在這裡 你怎麼會遜給我 賞賜一點福氣 在我的身上 亞迪斯知道求人有用嗎 很多人都在找他生命中的貴人 真的 在我先生上班回來 我常常都聽他說 誰在排馬屁 誰在幹嘛 誰在幹嘛 我們都習慣在我們旁邊 四周圍 找可以拉的人 可以幫助你的人 所以他來的時候櫻桃就要端出來 另外一個來的時候 就有葡萄跟蘋果就好 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一直想要找一個 好像對我們有力的人 但是亞迪斯知道 今天不管你怎麼樣 你的主權在哪裡 在我們的神那裡 所以他尋找神 我們一般人認為成就是什麼 就是你應該有很大的公司 你應該有很大的名 你應該有會被受尊重 但是其實當你去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真的不是這樣 這個人我不知道你們認不認識他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主播 他的名字叫做江亮琪 之前他在TVBS 如果你稍微再看一下他的輪廓 你就會想說 愛我好像有聽過他的節目 他叫江亮琪 那他很順利 他畢業之後 他就一直從事新聞媒體 他去上夜週刊上班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被刁難 但是之後他很努力很認真 他覺得靠著他自己 就是一定可以往上爬 那他就在上夜週刊的時候 他就寫信去CNN說 我要去那邊實習 因為那個是新聞界的殿堂 感覺你好像去了就會不一樣 他就去那裡實習 你才錄取了沒 他一開始寫信去的時候 他把他所有的經歷都寫下來 他收到的回函 他是說sorry 他想說我沒上了 但是他繼續往下看著 他說你的經歷太好了 所以你可以來申請我們這邊的 國際記者實習一年 之後他就去那邊實習一年 實習一年出來之後 他又回到商業週刊就被挖角 他又被挖角過民視 然後又被去TVBS 之後他嫁給一個富商 他的爸爸好像是中有的 反正就是很有名的總經理還是什麼 那他的媽媽也是很好 那他進去的時候 其實他都還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們家都是基督徒 那進去之後他就開始去學很多的東西 那他跟他先生創立了這個蘋果的代理商 所以他是蘋果代理商的執行總事 在他的生命裡面看作很完美 他覺得只要靠著他就可以有很好的成就的時候 有一天他在開會 他們家打電話來跟他說 爸爸身體不舒服 他就說那就把爸爸上送腸根吧 因為他的先生也因為身體不舒服 現在還檢查不出來毛病 所以就一起送腸根 他可以一起就近照顧 送進去之後他爸爸跟他先生是同床 那過沒多久之後他爸爸就被宣布說他是肝癌破期 再過大概三到六個月就要過世了 好就很積極治療 在他爸爸很積極治療的時候 家裡打電話來說媽媽昨天在睡空中過世了 好這時候他先生被檢查出來他得到遺葬了 所以在他爸爸真的快要過世 他媽媽過世之後他爸爸就過世了 一個月內就過世了 過世那一天隔天他的醫生跟他說 你的先生跟你爸爸一樣只可以活三到六個月 他的生命中在他說 他覺得他什麼都可以用他的手 轉來的時候換來的時候他發現 很多東西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 所以其實在那之前他已經受洗了 就透過那個教會的力量跟靠著神 靠神的力量他短短的幾年 不到幾個月之間喪失了那麼多的親人 他說如果不是神跟他同在的話 他沒有辦法走過這一段 所以今天當亞比斯他這樣祷告的時候 我相信他的內心是有很多的辛苦跟很多的痛苦 他知道如果沒有神赐福給他的時候 他非有辦法走出來 所以就像雅勒一樣他抓著神什麼 你如果他抓著天使說你如果不祝福我我就不讓你走 所以盼望你今天來到這裡 你也是跟神說主啊我就是要抓住你 來到教會是一個跟神親近一個好好的時間 神說神跟撒瑪利亞的幾邊的僱人說 我要給你生命的什麼水活水 如果你喝普通的水你喝了還會再渴 但是當我給你生命的活水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不一樣 你的生命是會得著改變的 今天適不去的人是誰 是我們的上帝 再來他說擴張我們的境界 其實我會選這張圖的時候 我喜歡的是他的腳 點下去你們一定也有去水邊玩過 點下去的時候那個水就這樣擴張 我們的生命有沒有辦法因為神這樣點下去的時候 就這樣擴張 很難 但是我相信對我們一個人來說 你可以試著去改變 難不難 我相信常常帶著微笑的那個正義師可以幫我們解決 難不難我相信這是一個很不簡單 他們的腳受傷沒多久就出去美國 所以神擴張他們的境界 我相信這是一個很不簡單的事情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我們常常會覺得 我怎樣 我不行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控告者就是覺得我不行 第二個你會怎樣找借口 啊都是我媽啊 他說除此我不要來教會 都嘛是我小孩 他都害我直接沒有時間離修 都是我的老師考試太多 所以我每天回家讀書就讀不完 都是我的先生 他每天都回來很晚 所以我當然照顧小孩到十一二點 我們的生命裡面一直都有藉口 但是你有沒有辦法像雅比斯一樣 成為一個負責任的人 在你的生命裡面你學習去改變 學習去負責任 雅比斯他媽媽生他的時候他說什麼 他是很痛苦的 但是雅比斯知道他的生命可以變得不一樣 我可以變得更好 所以他跟神求你擴張我的境界 我們的境界在我們的整個生活裡面分成兩種 一種就是你的事業擴張你的事業 一種是什麼 你生命有個界限嗎 你兒子如果八點進來跟你說 欸我功課都還沒寫你早就砰 我們的生命裡面都有一個境界 別人踩到你的時候你就會爆炸 甚至別人要拿到你一點錢的時候 你就說啊因為錢耶 他在顧你不會讓我回去 但是回到我們的信仰裡面 你知道耶穌怎麼教我們的嗎 你們的境界應該怎麼做 好我們一起來念 你們道愛也要善愛他們 並要借給人不使妄償還 你們的賞賜就必大了 你們也必做至高者的兒子 因為他恩待那忘恩的合作惡的 所以當別人踩到你事業上的境界的時候 你的金錢的境界的時候 神說什麼 你們要借給他恩待那做惡的好不好 當神告訴你 當你的兒子踩到你的界限的時候 你的仇底踩到你生命中的界限的時候怎麼辦 你們要哀愁 所以你要擴張這個境界簡不簡單 我相信是一個不簡單 就跟剛剛慧琳長老說的很難 你要學習很多 是因為這個擴張境界並不是這麼簡單 有一個故事這樣講 他說有一個老爺爺 也不是老爺爺 他從年輕的時候 他的名字叫艾蒂巴 他年輕的時候跟人家吵架 他就會回家跑他們家三圈 他們家三圈完就會繼續工作 只要跟人家吵架完 他回去就跑三圈 那一直到他會老了喔 他只要跟人家生氣完 他還是怎樣 老了就不能跑 就走三圈 就走 走三圈 走完之後他真的很老了 但他還是這樣走 但是人家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跑三圈 走三圈的時候 都沒有人要回壓他 他都不告訴任何人 一直到之後 他的孫子來問他說 欸爺爺 你為什麼都要這樣跑三圈跟走三圈 他說 當我很生氣的時候 我跑三圈的意思是 我家就這麼小了 馬上就能跑完 那我幹嘛去跟別人競爭 所以他就跑完他就很努力的工作 他的房子就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當他很老的時候 他走完三圈的時候 都已經開養後要下山了 他心裡想什麼 啊反正我的土地就這麼大了 跟人家爭要幹嘛 所以在他的生命裡面 他知道他可以不要去跟人家爭 他知道擴張他的境界的時候 他最重要的是 反省他自己 你有的東西你有沒有拿出來 再多的財富如果不能服侍神 有什麼益處 再多的你的信仰再好 但是你在屬靈上讓人家跌倒 你成為屬靈上的驕傲 那我覺得不如謙卑一點 如果你有很多的恩賜 但是當你不拿出來的時候 那我相信神給你這個恩賜 其實對我們來說 甚至對服侍神來說 都是沒有用 所以當神擴張你的境界的時候 你要去反省神 擴張你的境界 你回饋給神 你在服侍上住的是什麼 再來 雅比斯跟神求什麼 你常與我同在 如果沒有神跟我們同在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容易很辛苦 所以你看聖經裡面 很多的人 他們都求神跟他同在 亞伯拉安到一個地方 他就會竹台 那這個人是摩西過猛啊 他很害怕的時候 他求神跟他同在神 就跟他說你不要怕 就是這樣把他走過去 就這樣走過去 第三個人是誰 大奧陽站在哥利亞的時候 我今天是靠著 萬君之耶和華的名 跟你在這邊 當你很軟弱很無助 當你很開心 當你很軟弱的時候 靠著神的名去走過那一切 新約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他跟這一段的呼應很好 他說你們如果藏在我裡面 我的話也藏在你裡面 凡你們所願意的就祈求給你們成就 但是通常我們都怎麼樣 只看下面那一句 凡你們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上面那一句呢 就當作沒看到 神說 把你們祈求就給你們成就的時候 是要叫你藏在他裡面 跟神有很好的連結 所以這段經文 如果你在往前看 他說我是葡萄樹是枝子 那個是完全的結合耶 你如果葡萄樹跟枝子 把他扯斷的話 那個枝子就不能活了 如果你逼了我就不能做什麼 所以當我們求跟神同在的時候 你會忘求嗎 你會跟神求說我要天上的月亮嗎 不會 因為你會知道神的心意是什麼 今天亞比斯跟神求說 你藏與我同在 我相信他也要求神給他的心意 他要更多的跟神連結在一起 剛剛我說的那個主播 當他們在做告別式的時候 有個姊妹跑來跟他說 為什麼你們的告別式裡面 帶出來的是不一樣的感覺 他在就是短短的半年內 這麼多人離開他 可是他沒有很難過 他說真的是神跟他同在 他出來之後 就有人帶了兩個姊妹 來到他們的家開始聚會 聚會完之後 又有人帶了兩個姊妹來 一直到他們真的不想要再過真 現在他們家有十六個姊妹 在他們家裡一起就是賭金 很多人就因為這樣受洗 甚至他們的爸爸小組 也組成一個小組 每天都有固定在聚會 我相信是神跟他們同在 帶領他們經過這個很艱難很辛苦的日子 好再來雅比斯跟神求什麼 保佑我不燒患難不受艱苦 這幾個孩子笑得很開心 我覺得他是真的從心沒有苦 沒有那個難 所以他們可以笑得那麼自在 笑得那麼開心 當雅比斯跟神求的時候 他說不知道患難不受艱苦 其實你去看KJV的版本 他說叫我不要有那個惡 那個邪惡可以遠離我 如果你從小被欺負 特別是每天看你就笑你名字說 你叫半童 你下次等你長大 有一天變成執行董事長的時候 你會想怎樣 如果你進來我的公司 我就定死了你 你就完蛋了 我一定不會讓你怎樣怎樣 那個惡時常在我們的心裡面影響我們 那個惡會不會造成別人的傷害 當別人點到你的地雷的時候 就啪 欸為什麼這樣說我 有沒有 這個惡會在我們的心裡面 成為我們一個很大的滾棒 因為我們會有一個習慣性的動作是 我們沒辦法改的 這一個是 你每天喝水有1000cc嗎 有習慣喝2000cc嗎 這人就找藉口 他說喝水 我連小便的時間都沒有 然後你睡覺的時候手機放旁邊還是放哪裡 年輕人都放旁邊 要接電話要回來比較方便對不對 然後他就找藉口說 難道你會把鬧鐘放在陽台嗎 他說完全不運動 他說沒辦法 現在幫我老婆都睡著了 低頭使用3C產品 他說抬頭使用3C產品很蠢欸對不對 所以在我們生命裡面 我們會一直養成一些習慣 是我們沒辦法去很難去改 今天要你不用3C產品你受得了嗎 其實我現在真的手機只要離我生 我會有一點沒有安全感 因為你會覺得欸如果有人要找我 或者是發生什麼事情 你會 因為我們生命裡面 我們會很習慣的就被捆綁住 就像這一隻大象一樣 就被這樣鎖起來 然後呢 你就沒有辦法逃開 幫我擋綁這個問題 那所以呢 在這裡面你會發現 當你被苦放的時候 你是很辛苦的 那個邪惡 那個不好的罪惡 那個東西會一直 在你的心裡面 你會一直放不開 你會一直很難去逃脫 楊比斯的一個禱告 其實我覺得他不是為了想要求成功 他是希望神改變他生命中 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境界 跟他需要去挑戰的部分 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當神擴張你的境界的時候 當神沒有盲著你的時候 當神使你的惡 都離去你的身體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 上帝跟亞伯然說 你要離開本地本族 富家王所 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你可以得到什麼 我要成為你成為大國 你的名要為大 但是最後有一些富家條件是 你也要讓別人得到祝福 我相信今天在我們在座 有很多人是神很祝福你們 在你們的工作上 在你們的家庭裡面 在你們的服事場所 是上帝來祝福你們的 但是當神給我們這麼大的境界 給我們這麼多事業的境界 跟賜福給你 叫你的名為大 的時候 你要叫別人而得福 再來就是 常常聽牧師說的 有你真好 別人就會覺得 有你真好 是神給你的祝福 讓我們每一個人 在神的恩典底下 分享給更多的人 我們今天來唱的這首回應詩 是愛中相遇 我當初在選這首詩歌的時候 我覺得 很吸引我是 每一天我們都要等著 有一個很緊的相遇 你如果問說 神會不會跟你講話 為什麼別人來教會都說 好像他知道 神給他很清楚 他應該怎麼做 我告訴你 不是只有他可以 而是你們也都可以 怎麼可以 是你每天都要真的跟神 有很深的連結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是快樂的 你是喜樂的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對 每一天 渴望與你在愛中 相遇 再一次 將自己完全地寫給你 唯有你 是我你喜樂和力量 我甘願捨起一切跟隨 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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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渴望與你 在愛中 相遇 再一次 相付在地 大能容 要你 唯有你 是我你老人 朋友 我願意 神情敗 將我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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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成到做默契 已經濟一心 哪敢是否你 願你指引 正確在我的生命裡 求是另一個心 將我管我一生 這首歌 他說 你跟耶穌的關係是什麼關係 你跟天父的關係是什麼關係 是良人 是恩友 當你看到你很親愛的老婆回來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很開心 當你看到你的喜歡的力 搬走進來的時候 你會不會有點噗噗噗噗噗噗噗 那個是很親密的那種感覺 恩友是什麼 今天我老闆file我了 只有你可以幫助我 有一個人在他最辛苦的時候 他說 所有的人的安慰 都沒有辦法成為他的力量 在他的生命裡面 只有一個好朋友跟他說 我能為你做什麼 就是這一句我能為你做什麼 讓他從真的底下一起站起來 因為他知道 有一個人是在旁邊 跟著他一起做 這個恩友的關係 是非常親密的 這個良人的關係是 你每天都想遇見他的 他希望我們每一天都能跟神 一起相遇在那個愛裡面 每一天渴望與你在愛中相遇 我們一起再從頭嘗試 讓我們真的跟神 在愛裡面更親近 每一天都能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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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渴望与祢在爱中相遇 再一次 胜负在祢大的荣耀地 唯有祢是我的良人和恩友 我愿意 神敬拜荣耀 将我全忍 将我全忍 先向当作我记忆 你请借地心 淡淡是梦里 愿你是你 胜负在我的生命里 全身的心 掌握我今生 接近我 信我 怀好跟着你 在爱中遇见你 接近我 信我 怀好跟着你 荣耀周星 淡淡是梦里 将我全忍 先向当作我记忆 你请借地心 淡淡是梦里 愿你是你 沉沉在我的生命里 愿你是你 沉沉在我的生命里 全身的心 掌握我一生 每一天 渴望与你 在爱中 相遇 再一次 将自己 全身的心 完全地写给你 唯有你是我 敌析了和力量 我甘愿 奢行一切 更谢你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后 上帝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在 这个分别为生的日子 让我们所有的人 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 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 就像亚比斯一样 他虽然在他的家族里面 是最珍贵的 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而满足 他虽然名字一直被取消 在他的生命里面 他也遇到了很多的辛苦 很多非常艰难的经历 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而离其身 主盼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学习他 在困境的时候仰望神 在受艰难的时候求神 你让我们不要被那个苦 那个邪恶所挟制主 主愿祢让我们每一个人 从那个被捆放里面 能够解脱而成为自由的生命 让我们在教会里面 自由的故事 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能自由的传扬神的名 让我们在受疾病之苦的时候 被捆放的时候 我们能得到神的意识 让我们从那个疾病的捆放里面 我们能够跳脱出来 所以说愿祢扩张我们每一个人的境界 愿祢让我们每一个人 跟谦卑来到神面前 我们单单求的是 神祢能够参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让我们每一天都在爱里面 跟神在那边相遇 主耶稣谢谢祢让我们 有这么棒的分享的时间 祢愿祢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这样祷告 都是奉耶稣基督圣灵 Amen 是的 有上帝真好 有千惠牧师真好 有真一师有阮老师真好 有各位